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日收盘为止各个股市的盘面情况 内地股市遇旧跃跌 港股今日可以用失害遍野来形容 恒生指数在下午3时24分 低见22836点 暴跌2138点或8.6% 临近伪市跌幅收窄 收市暴23516点 跌1458点或5.8% 国企指数跌720点或6.1% 暴11107点 全日大市成交为2359亿元 再来关注截至到收盘为止主要篮球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2.7% 中国移动跌5.8% 建设银行跌4.1% 工商银行跌4.5% 中国银行跌3.2% 港交所跌18.6% 中国人寿跌2.7% 邮邦保险跌2.9毛5% 腾讯控股跌9.9% 金沙中国跌1.1% 长河跌4.8% 新宏基地产跌7.1% 九龙仓跌2.5毛5% 中国海外跌2.5% 华润之地跌1.7毛7% 中海油跌8毛8 中石油跌4毛4 中石化跌2毛2 昆仑能源跌5毛6 中国神华跌1.5% 关注完了港股 我们再来关注内地的股市情况 周三的早盘护指大幅低开 盘中暴跌于8%之后 探底回升 连续破3700 3600 以及3500 并且逼近3400 再现了千股跌停 题材股无疑上涨 权重股集体重挫 盘面上一片哀也豪鸣 而午后 开盘护指再度回落 保持低位正当 两市近千股跌停 在成交量方面 护市成交为702.48亿元 升市成交为4141.88亿元 两市共同成交为11144.36亿元 再来关注截至到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宗指报3507.19点 跌219.93点 跌幅为5.9% 深城指报11040.89点 跌334.71点 跌幅为2.94% 沪深300指报3663.04点 跌264.96点 跌幅为6.75% 创业版指报2364.05点 涨12.04点 涨幅为0.51% 再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山东木龙折让83% 中石化油浮折让81% 洛阳玻璃折让80% 中海极运折让72% 重庆钢铁折让70% 再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情况 江苏宁湖高速溢价1.5% 万科企业溢价1.3% 福耀玻璃溢价1.2% 安徽海洛水泥溢价1.2% 青岛啤酒溢价1% 关注完了股市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港交所主席周松刚就表示 在过去的数日 港股主要受到两个外围因素的影响 包括希腊债务危机以及内地股市波动 令港股都出现波动 他就强调 港交所会密切留意港股走势 希望股票及期货市场在有序下能够顺畅的交易 交易所也会审慎留意市场发展 对于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李教早时表示 证监会与港交所在各项风险管理工作上紧密合作 周松刚也指出 港交所会时刻的注视市场 确保市场在可供情况下运作 但强调不会干预市场 至于有指港股A股化 周松刚就表示 香港有不少上市公司的资金以及业务来自内地 故受到国内因素影响也是正常 他又指出港股整体市场的估值保守以及稳健 中金所再次出招 由近日起上调了中正500股指期货的估盘保证金 有内地的期货业人士就表示 新开仓的股指期货估盘已经减少 但能否提振大事仍有待观察 而近期期质市场波动剧烈 为遏制过度的投机 中金所将中正500股指期货估盘保证金 由限时合约价的10%上调至20% 明日开始保证金比例会进一步调高至30% 中金所就表示 会密切留意保证金调整后的市况 进一步加强市场风险控制 7月的中正500指数期货 于开市之后迅计大跌10%至停板 其后短暂倒升 但随着现货市场开始 中正500指数期货由升转跌 中午收市前一度再错约7% 有内地期货业人士就表示 上调估盘保证金增加造弹成本 新开仓的股指期货估盘已经减少 不过海通期货总经理徐林就表示 现阶段难以评估措施 能否提振大势以及稳定股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